大家好 欢迎来到Python自动化认为及Web监控系统的课程 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节课了 今天就是跟大家总结一下我们的所有的项目 还有把Dinkins结合起来运用看一下 有的可能很迷腐 我们整个系统开发出来了,还不知道怎么用是吧 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用一用 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些效果 首先看一下我另外写的几个脚本 我把我们第一节课写的几个脚本改变了一下 大家看一下 在最上面我封装了一个类叫做MonitorSmitch 因为我们的那个APS直接访问这个 给我们Monitor打APS 打实力器过去试访问这个APS吧 但是那个APS我们直接去访问的话就是不好 所以说我们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封装 我们封装,你看一下 首先我们这个里面有一个 last update 就是说我们不可能 一个程序跑起来之后 我们不可能一直去发过去吧 是吧,我们这里有一个周期 我们也这里面选 就是说我们这个程序运行的 就是说每半个小时发一次过去啊 然后每一个小时发过去啊,这些 好,这里面就是发解析那里面发过来的 几个状态的 status, statics, and message 我们当第一个期间我们要检查 它在不在数据库里面 如果在的话,我们就是更新就是put 如果不在,它返回一个405回来 我们就发post的过去,就是新件 好,这上面就是slitch我们封装的 这下面我封装了两个装饰器 就是说我们装饰器的话 就直接用注解装饰器的 直接就打slitch过去 这样就更简单了 一般这里面是slitch 就是说我们这个是没有 不靠嘴腿的 我们直接在 待会儿上面给你演示嘛 这个我们直接靠嘴腿过去的 就是说我们可以判断一些数据 然后发不同的数据过去 这上面这些代码 我们都会有一个专门的 库来写封装起来 可以放到自己的PYPY server上面去 一般很多公司都会有自己的PYPY server 我这里面就没有新件了 我就直接写在上面 然后这上面才是我们真正的程序 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第一节课写的 那个MySQLDump是吧 Dump数据的 就是说每天备份数据给Code 当他每天备份 执行了这个方法之后 我就打一个报告过去 然后名字叫做MySQLDump 然后状态是OK 他只要执行了这个方法 我就认为他是OK的 所以说直接发OK过去 这就是上面这个slitch 这个上面没有retard的这个slitch 你看 还有就是 当他没有传内蒙过来的话 我就会拿funk型的内蒙 当做他的slitch的内蒙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funk型的内蒙 然后我这里面传了内蒙过去 然后他就以这个内蒙为准 但这两个都是相等的 是吧 看一下 看一下效果 我再把精品时期起来 嗯 ETC INIT 点D 精品时 start 哦 好 精品时期起来了 我们访问一下 127.10086 看一下 我们是backup这个的 我们运行来 我们看一下 在monitor里面哈 check 应该是上面一个 MySQL Dump 它现在是5个OK 是吧 我们运行一下来看一下 看 运行成功了 我们再打 你看6个OK 我们再运行一下 好运行成功了 这个7个OK 是吧 每个状态什么时候发过来的 是吧 这就跟精品时结合起来了 每个脚本运行起来 精品时负责执行 然后sleach 就这个决定 是个diceboard 控制面板 就是看哪个程序有问题呢 我就去修复它 这就是一个统一的管理的一个页面 就方便 精品时就单独的 纯粹的只是执行而已 好 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个脚本 check says 变得 上面都是一样的 我封锁后台 下面才是真正的代码 你看 这里面我就有一个ruter了 是吧 我用的是下面一个装饰器 然后它是直接是调用这里面 ruter这里面的内容 我返回了一个状态 状态是从这里面传回来的 message message也是传过来的 首先你看一下 我这里面运行 假如是正确的话 我就调用这个方法 传OK过去 它就直接是OK的 然后我们这里面没有内容 是吧 没有内容的话 我们当时说 它就会是以方 发明为内容 check says 我们看一下check says 这个APP 在这里面 上面 这里 四个哈 四个正确的状态 看一下 再来看一下 在下面 直接运行 如果 当它出错了 是吧 出错了 这里面 看一下 当它出错了 时候 我觉得在这里面 也应该 调用sleach过去 哦 这里面我没有写 myseq dump 出错了的话 一般我会在这里面 再调一个sleach过去 然后第二 发critical过去 然后我们把transfer 可以打过去 就是message 打过去 到时候我们在这里面 就可以看到message 这里面这个没写 下一个假本写的 我们看一下 sleach 我们运行来看一下 这个 它提示 一直在上 好 看一下 你看 7个了 正确了是吧 我们 我们 再来一个 这个我是检查 myseq 数据库 数据库的一个 连接的数量 还有就是检查 myseq 用了多少 就是它使用的一个 数据库使用的大小 你看一下 先看一下 效果吧 看一下 它里面就发了很多过来 发了很多sleach过来 你看 然后这里面 我发了一个message 过来 我把它打成了一个table 首先 这是哪个 连接的 这个数据库表 然后 连接了多少时间 它是sleach 一个query 这个就是查 连接数据库的 那个命名的 它这边是大小 使用了0.23兆 是吧 我们就可以看到 数据库使用的一个情况 我们运行来看一下 dandy里面 check myseq 我们运行 看一下 看 我们就可以看见它 连接的数量的一个走势 你看 讲少了 讲少了 现在两个了 是吧 你看 我这里面默认显示的是12条 如果这里面支持一个选项的话 就 选时间的范围的话 就更更加完美了 是吧 看得更清楚 然后你看 你看 我只要这个数据 我可以把它隐藏掉 然后我也可以把它放大 看一下 放大了 这里还原 这个 还恰指功能还是很强大的 这个 我们就把这些脚本和这个模拟的结合起来了 像 比如说我运行其他web项目的话 就 像 check 这样 check 然后还有一些 比如说我们一个爬虫 在那里面运行 我既没有 端口机检查 到我们怎么保证它 是正常的运行的呢 一种是 就是 那个爬虫 指动给这个发实力气过来 第二种 现在比较常用的一种 就是采用Dutchlog 通过log 中间就是比如说 我这里面写一个脚本 去检查 我那个cronor的一个log 假如10分钟之后 那也没有log的话 我就发critical过来 然后我这里面就看到了 就说明我这个cronor挂了 是吧 我就应该去做 根据这里面配置 去做相应的重启 发邮件 这些 然后就有人来去关注它 去维护它 是吧 这就是 跟这个monitor 结合起来的几种情况 然后monitor 我们怎么运行它呢 你看一下 我在这里面也创建了一个 专门跑测试的 看一下 运行一下 这里面配置就很简单的 这里面就配置了一个 直接跑测试就够了 它跑过了的话 它里面有一个下级 嗯 我把这个先停下来 这个挂了 看一下它发的什么错 应该是端口被使用了 重新来一下 重新来一下 看一下这个 Build 就是真正运行的一个 它有个上级目的 就是跑测试 我呀 想把测试跑完了 跑成功了之后 我就直接去boost 我这个monitor 是吧 看一下 我再跑测试 它有一个测试 你看跑成功了 跑成功了 它会直动去跑 这一个 看一下 你看已经在跑了 你看它已经运行起来了 这里我已经停了的是吧 这里面就访问不了了 但是我的项目还是运行起来 可以访问的 你看 对吧 这里面有一个不好的 就是它一直都会在这里面 没有结束 所以我们也应该做一个处理 就是说 当它 不要让它一直在这里面 我们这里面就没有做处理了 以后 你们如果真正的遇到项目的时候 再去做处理吧 也是很简单 我们 我们公司采用的是Docker 就是说 我们创建一个虚拟机 就用jimpans里面 去调用Docker的一个API 创建很多很多的虚拟机 可以是我本机的Docker 反正它也是个API 可以去 是其他地方的其他服务器上的Docker 这种策略也方面与管理很好的 看你们公司采用什么策略 我们这个项目 自动化集成 及Web项目的 就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效果大家也可以看到了 我还讲一个深锤 就是说统计的 深锤 看是做的 看一下它的文档吧 看一下它的页面就是这样 哪些错误啊 哪些 全部都会有 然后它会统计起来报了多少啊 这些 然后哪个人去处理这些 所以说这个日制统计工具还是挺好的 我们不用到服务器上面去查看Dock 它对于Python的这些集成 你看支持很多种语言 我们选Python Python里面也会有 你看很简单的 直接 实际上它的一个方法 看的就直接就可以了 你看一下这里面有Jungle的 Jungle的就直接加一个配置文件就可以了 就直接 直接这添加一个APP 然后写个URL就可以了 然后就在这里面log再配一下 大家可以自己去把这个项目搭建起来 自己去学习一下 尝试一下学习新的工具 跟着它的文档走很全的 我就没有在这里面搭建给大家看了 这个就是日制统计的一个工具 还有一些统计日子的叫log-s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好 我们这节课就 这个系列的课程就暂时到这里结束了 好 谢谢大家